上一节视频啊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养生茶啊非常受到欢迎了啊 而且呢都觉得生姜味的口感啊奶茶做出来呢非常的有特色 这一节视频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款啊特色用生姜做的一个啊养生奶茶 红糖姜枣流乳茶 而且呢这一款啊还是鲜奶茶哦 大家呢可以认真地学起来 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他所需要用到的原材料啊 一个呢是桂圆红枣茶老红糖糖浆啊 然后呢红枣片啊 纯牛奶 咖啡浓缩奶 还有呢我们啊提前做好的一个啊姜汁 好了简单的原材料就介绍完了啊 我们呢直接来教大家制作啊 做法呢非常的简单方便 一定要呢认真看啊 在雪壳杯里面放入我们的啊 纯牛奶80毫升 咖啡浓缩奶呢我们放入40毫升啊 新鲜的姜汁啊20毫升 姜汁怎么做可以看我上节课的视频啊 然后呢老红糖糖浆啊放入15毫升 都放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入啊桂圆红枣茶酱啊25克 红枣呢可以放入几克啊 给它作为一个点缀 最后呢我们加入啊大量的热水啊 到达500毫升啊 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取一个好看一点的出品一杯啊 直接倒入杯中啊就行了 这样呢我们一杯啊冬天暖暖的啊 鲜奶茶就做好了红糖浆枣流入茶 这款饮品呢整体的一个成本啊 我个人感觉呢4块钱左右啊是差不多的啊 你们呢可以卖的一个12 14元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在冬天啊做的越烫啊越好喝 特别呢在女孩子啊每个月那几天呢 大家呢也可以推荐推荐啊 这款饮品啊也是非常的适合的哦 好了这一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呢还有任何不懂的啊 都可以给我喝茶留言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